每次見你我又會被幸福遺留 在我心目中 自卑的男人 可以用兩個中文字來形容 或者三個中文字來形容 或者一個英文字來形容 無論如何是認真的 我覺得當你對於一件事有研究 其實很容易就會自卑 其實我自己也經歷過 例如在我音樂的生涯裏 當我懂得很多東西 或者愈來愈有研究 就發覺自己很多東西都做得不夠好 然後愈來愈不夠膽去做 其實我覺得自己在一路 賺他這麼自卑 因為他懂得很多東西 所以就是一個自卑的男人